只有女性裸体作品才能进入博物馆 根据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在1984年举行的一项调查 90%的在馆内展示的绘画和雕塑作品 是由男性绘画家和雕塑家创作的 只有50%是女性绘画和雕塑家 为了抗议对女性的歧视 七名妇女成立了一个称为游击对女孩的抗议团体 她们戴着大猩猩的面具 在纽约曼哈顿各地张贴海报 海报中浪游法国画家Ingres 在1814年创造的名为La Grande Odalis 大宫女的油画中的宫女的脸 变成了一只大猩猩的脸 黄底黑和红字的英文是这样写的 女性是否必须裸体才能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吗 博物馆内的现代艺术区的艺术家 只有不到50%是女性 然而85%的裸体作品是女性 一时代艺术和尽约曼哈项